明鏢開幕 明鏢開幕 蔡康永十五日晚間出席 由成龍投資的明鏢開幕 記者會 日前他曾提到 與小S近期將不會再合作 晚間他出席活動也證實此事 如果有下一個電影的話 不會再找S了 應該會拍一個非常男性的電影 那S可能也會很難過 當然不會啊 他就急著要跟別的大導演合作了 蔡康永晉升蔡導演後 創意不斷 他也坦言已經開始構思 下一部電影的故事了 會比較偏 男性並肩作戰的感情 這一方面的故事 卡爾哥對自己的事業 真是相當有細話 但其實一部電影要拍成 除了故事創意以外 更多需要的是人脈 資金 而這回他站台名調記者會 他也透露就是賣董事長 房祖明的面子而來 房祖明是非常可愛的朋友 那所以他邀我來的時候 我很高興他有新的事業要展開 而就這麼巧 只拍照不受訪的董事長 房祖明就這樣悄悄從後方經過 歡迎歡迎 謝謝 謝謝 全樂希望轉行大老闆的祖名哥哥 東山再起 且順利 台北報導